小朋友们,大家好,欢迎收看堂堂金子游戏,我是小猪佩琪,今天我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个小魔术,希望小朋友们会喜欢,变变变变变,哇,原来是海底小纵队的拉杆行李箱, 这个行李箱是橙色的,里面还有海底小灯队的成员,小朋友们都认得他们吗,给小朋友们介绍介绍, 巴克队长,小萝卜,张教授,皮医生,包装上面还有呱唧, 行李箱有两颗轮子,拉杆可以伸缩, 拉一拉, 打开行李箱,玩一玩, 打开行李箱里面有网兜, 有螃蟹, 章鱼, 蓝色的螃蟹, 红色的章鱼, 把它们都装进网兜吧, 一条绿色的鱼, 一条橙色的鱼, 它的头上还有灯呢, 还有一条紫色的鱼, 小朋友们都认得这些海里面的生物吗? 还有汽艇, 还有汽艇, 有甲, 亭上面有巴克队长,皮医生,呱唧, 这是一艘白色的亭, 后面有螺旋桨, 可以转动, 还有潜水罩, 给巴克队长带上试一试, 巴克队长是一头熊, 他的头可以转动, 四肢都可以动, 潜水罩上面画着一只章鱼, 这是正面, 巴克队长带上他, 刚刚好, 这就是巴克队长的潜水罩, 张教授是一只肥色的章鱼, 张教授真漂亮啊, 他的身体头可以360度转动, 这是小萝卜, 小萝卜是黄色的, 真可爱, 叶子可以转动, 鼻生是一只企鹅, 他的脚可以动, 他的脚可以动, 丢鱼, 小村兩лять你的屈卷, 我们介绍到这里, 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我们每天有更新 记得订阅我 拜拜